大家好 今天是12月9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時半新聞 20人的群樓事件 溫哥華市警今天說 兩個大溫幫派的人馬 首先在一間雙灘夜店之內 爆發增輯 其後打鬥 一直延伸至街上 事後 一共有四個人因為被利器所傷 而需要送院救治 其中一人危害 另外有七個人被捕 由於案情嚴重 溫哥華市警 將Yale Town的Mingland 和Hamilton兩條街封鎖 仔細進行調查 現場多處地方流下血跡 由案件發源地 Hamilton隔Hamkin之處 沿著Hamilton街 到David街 再到Mingland街 地面上都是血跡斑斑 有兩個街口之外的Witches街 有一架越野車被警方扣查 未知與利器傷人案有沒有關係 曾小雨案雖然未正式開審 但控辯雙方就什麼證據可以作為程堂證供使用 在今日開庭辯論 辯方律師更要求披露更多資料 而另一方面 今日又有不少華人在法庭外 抗議家國的難民政策 還說由於受害人曾小雨是華裔 所以不受政府重視 才會令案件一拖再拖 疑犯Abraham Ali被指在2017年 就害當時13歲的少女曾小雨 被控一項一級謀殺罪 今天也有出庭聽審 曾小雨的屍體在2017年7月18日 在本拿比中央公園被發現 案件將於明年9月正式開審 加圍國際在加拿大溫哥華本土移民公司 所有申請會由聯邦註冊池牌顧問RCIC代理 截至12月 賓斯省國移民通道名額機構十分充裕 快點WhatsApp留言給我們 1-778-636-6968 賓斯省政府今天宣布 將會在蘇里市Cloverdale的地區 興建一間新的議員 今天我愉快要宣布 英國政府有保安地 提供計劃計劃 我們現在會建立一個新的醫療 省長賀錦子 由於蘇里市的人口增長非常快 所以興建新醫院的項目獲批 代表蘇里市居民的醫療保健 將會得到改善 新醫院的項目已經佈入了建築及營運計劃的階段 省府也已經落實了一個地段興建新的醫院 而這個地段就在蘇里市180階 5500號路段 博能理工大學Clover地下區旁邊的一塊地皮 大家可能習慣了將汽車登記證本放在車廂裡 原來這樣做會被賊人有機可乘 涵美頓警方今天就說 一個以南安省為基地的偷車集團 至少將39部汽車偷走 除了會在出租汽車公司停車場 還會在超市外邊的停車場法案 打頭得手之後就會將汽車運到六個不同的地點 之後就是斬件 然後運到貨櫃裡 之後就送去墨西哥 偷車方法不少 包括用假身份去租車 租了索性不還 偷取汽車解碼器的密碼 還有就是將各下放在車裡的汽車登記文件 一句麻煩就辦出口文件 然後送到外地 警方聯同海關查了四個月 行動之中拘捕了四個人 加拿大保險局就說 一年偷車的總值涉及十億元 當中有四分一發生在安省 這些費用都是大家在保費裡加起來之乎 開車要小心、泊車要小心、鎖車也要小心 正確的方法大家應該將汽車登記 放在自己銀包裡 加拿大的生活開支越來越多 近來加價就聽得多 現在終於有一樣東西是減價 執政的自由當少數政府 兌現十月勝出大選以來的競選承諾 財長幕內在今天宣布 將聯邦入息稅的個人免稅額 提高至15000元 預計全國有2000萬人會交少助稅 現在聯邦的個人入息稅 免稅額是13229元 提高個人入息稅到15000元之後 預計年薪是14.7萬以下的人線 平均可以少加292元 這項措施會一直推延至2023年的稅務年度 財爺也說在新政策下 會有100萬加拿大人 是完全不用被入息稅 溫哥華明天10號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 早上有霧 下午轉有震雨 氣溫最高7度 晚間多雲 有四成機會下雨 最低只有6度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方在昨天早上 突擊搜查全港月9個目標地點 使出大批武器 包括授槍、子彈、軍刀等 並抓了11人 控方在庭上高透露 警方從首被告的手機中 取得Telegram的對話截圖 顯示他曾經跟次被告 討論使用槍械和炸躍 對話包括用了炸躍線 起碼是10個8個 有槍手會用捕槍 槍手明天會視槍 第一波行動盡殺等 控方又從對話中取得兩幅地圖 顯示有人曾經報出在昨天 民陣遊行在灣仔軒尼斯島一帶 放置兩個炸彈和一個槍手 據了解 警方一直追出5人 在昨天凌晨在灣仔黑街的Airbnb民宿 拘捕了第一、第四和第五被告 當時他們在睡覺 身邊放了鼻彈衣和陶瓷版 其後座在第二、第三被告的預佐 抓了兩人 而首被告就向法官投訴 華警方在搜查期間曾經向她用暴力 對她拳打腳踢逼她交出手機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之後曾經承諾 加強與立法會溝通 並提出每個月一次去到立法會 出席30分鐘的短問短答 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不過最近行政署去信立法會 以林泰出席立法會 曾受到擾亂為由 要重新考慮會不會再出席短問短答環節 所以表明未能提供金國立法會會期的短問短答環節時間表 而特首辦就說 林鄭在上任之初 已經表明很重視行政立法的關係 並主動提出多些出席立法會會議和議員互動交流 但就說溝通必須是相向的 在今年10月行政長官去到立法會 宣讀施政報告以至翌日出席大文會 都遇到非建制派議員經歷抗議和阻撓回議 情況很混亂 根本不可以正常溝通 因此要重新檢視 在本屆政府加持的行政長官 短問短答質詢時間的安排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Jason Lee和洪永靖 在劇中雖然飾演夫妻 女人都有各自的感情故事 我們看看他們有什麼說 今天 還有大男人可能很多男士都不會認 阿虹爺你平時廣東話 即現實中的女朋友有沒有這麼兇 我現實中的女朋友 我女朋友不兇的 她比較 她是很 如果你說兇的話 回去歸 是的 再兇十倍 但是她在做運動的時候 偏兇一點 即是很嚴厲 即是60我才會 去到50 不行了 做啊 不是啊 那些就很嚴厲 難怪你最近瘦了 謝謝 謝謝 但我去到30我就不做 然後跑走了 平時她很聽得人 很聽話 順得 對 大家很 很 很容易聊 很容易夾的 如果女朋友穿得性感一點 你給不給 這個最簡單的理想 那 盡量就不要穿 那麼 就是 保守一點點 那是不是現在外面會冷的 那些 都要你省梯的 那不用 那些是OK的 是的 有時候不然穿多件衣服 外面天氣冷 哈哈哈 朱朱 你平時對阿廣佩 現實中的夢夢 果然實中啊 比較直接一點 就是 見到 見到 喂 很久沒見 就是這樣 不會說 哎呀很久沒見啊 你這快點啊 就是不會這樣 那你覺得他算不算是一個 絕世的好男人 絕世都不至於 就是我覺得 合謊 還有 他都 就是 適當的時候溫柔 適當的時候大男人 嗯 就是你覺得他都拿捏得挺好的 是啊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有這些情況 就是譬如說我跟朋友出去吃飯 或者跟Tony出去吃飯 因為吃什麼好 但是我都會顧及對方 可能是男生 我就會 哎呀 不知道選什麼好 不如你選吧 但是其實 我自己都有自己的想法的 但是 要尊重對方 那翠如呢 經常叫你結婚 是 你有沒有真的想過結婚 有 當然有 都要想 是啊 你有沒有想過幾歲以前結婚 我想 我想 如果一定要定 都在40歲之前 40歲 就來了 4 4 5 不是 幾年 都有目標 是的 有沒有衝勁結婚心 呃 喂 結婚了 以前有想過 哇 又要說回這個 以前有想過 就是35歲左右 就要生寶寶 不要因為自己的年紀而限制自己追求的對象 或者那個緣分 就是不要急於去尋找 我覺得 男朋友可以出去玩的 沒什麼所謂 但是應該要適當的時候就要回家 就是 給老公的話 給老公的話 是啊 最好啊 你接受她的男朋友 老公 老公出去玩玩完之後回來家 是啊 很好啊 有些女生不行的 我知道 是啊 你有沒有經歷一個階段 會檢查男朋友 我從來都沒有 我挺開放的 所以 是啊 我就是 你 但是最好就不要亂來 但是我相信 就是 老公是 喜歡跟你一起的 他永遠都會跟你一起的 但是 如果你硬硬跟老公 老公都是想走的 你都跟不了的 就是我相信 你一點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